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我一個禮拜前 在Instagram上面有分享一下 我現在的體態狀態 那下面很多人發問 接下來還有大概7個問題左右 這一次就一樣在這邊做簡短的說明 您好 想請問一下女孩健身的問題 聽說體脂過低時經期會亂會停筋 體脂要低到多少才會這樣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遇到過 從我開始認真健身一直到現在 中間經過增肌減脂的循環非常多次 我目前還沒有遇到我月經不來的情況 那我體脂最低的時候 也是有到大家所謂的15%會停筋的這個門檻 可是我月經還是有來 那我自己覺得非常有可能是 營養均衡方面的問題 因為像我自己在減脂的時候 我會特別的注重營養 因為我知道我的身體已經 每天只能得到這麼少的熱量 那這些熱量當然是要很有營養在裡面的 而不是隨便吃幾個沒有營養的空熱量 去敷衍我的身體 我是這樣子啦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是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可以先檢視一下 自己是不是某方面的營養沒有做好 像我覺得很多女生她們的觀念還停留在 減脂就是要吃水煮 減脂就是要吃少油 其實油還是要攝取的 尤其是好的油 好的油好比說堅果啊 好比說魚油啊 酪梨啊等等 這都是很好的油脂來源 因為油脂跟我們的荷爾蒙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你的油脂攝取不足 你的荷爾蒙亂掉 你的內分泌失調的時候 你就可能導致身體有一些不同的狀況 就像生理期不來這樣子 那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建議你尋求專業的協助 可以去看個醫生之類的 這問題很可愛 這問題我以前也問過我自己 那我現在的經驗是 我不會怎麼做 假設我這一次減脂以前 我花了半年增肌好了 然後好不容易增加到一點點肌肉量 同時因為我在增肌 所以也不免的增加到了一些脂肪 那就覺得自己看起來胖胖腫腫的 不是我理想中的狀態 所以我開始減脂 那我這個時候開始減脂 如果我又狠一點 然後讓自己連肌肉都減掉一點的話 那我前面半年是做白工嗎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會想要怎麼做 達標後再增肌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吧 所以可以的話還是要 在增肌的時候盡量的增肌 然後在減脂的時候盡量不要減到肌肉 兩全其媚的方法的話 之前也有提過 可能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就會有這樣的福利 初學者的話 很多時候你是可以同時增肌減脂的 但是如果是像我現在這種狀態 已經訓練一段時間了 這個部分就比較難 除非我開始決定打藥之類的 但是這目前不在我的人生計畫之中 想問Ashley這個體脂可以長期保持嗎 這個問題呢答案可以是yes也可以是no 然後我想到有一個人留言說 Ashley你不要增肌啦 增肌會變大肌會變肥耶 那我想就一併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體脂可以長期保持嗎 如果我對於我現在自己的體態 覺得非常的ok 已經不需要改進了 那我就一樣維持我的訓練量 維持我的飲食 我就可以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 但是我今天的目標更遠大 我想要讓我的臀腿再更粗更壯 然後我的肩背再更寬 那當我有這樣的目標 如果我是一直停滯在現在這個狀態的話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達到的 除非我打藥 那我要如何去達到我更遠大的目標 那就是繼續做這個增肌減脂的循環 我可能接下來就做一個增肌循環 然後讓我的肌肉量再增加 肌肉量增加的同時體脂肪也增加 一直到一個我看不下去的狀態 我再開始減脂 把該做的都做好做滿 然後減到跟現在一樣的體脂肪的話 我看起來絕對會比現在 還要再更爽一點點 一點點 為什麼一直強調一點點 因為肌肉真的不是這麼好長的 像我每次增肌減脂循環 然後再看我自己的照片做對比 其實真的都只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中間我可能花了半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所以肌肉真的是得來不易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不會因為要減脂 願意讓一些肌肉量流失 我覺得這太得不償食了 如果卡路里滿了 可是蛋白質還沒吃滿 那還要吃嗎 這個部分的話 我自己是在減脂期的時候 我會選擇不吃 可是我也不會常讓這種事情發生 會盡量避免啦 因為我有一個目標 如果常常這樣沒有紀律的 順著我自己的慾望 順著我自己的感覺走的話 我離我的目標就是更遠 就會更難達到 一直以來很多人說 低體脂會失去胸部 想知道虛虛的胸部 是如何保持有肉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回答過非常多次了 女生的胸部大部分是脂肪組成的 那你在減脂的同時 其實你很難去控制說 你只想要掉哪邊的脂肪 這基本上都是基因決定的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大腿跟臀部的脂肪特別的頑固 特別的不容易瘦 那像我的臉 我其實不喜歡我自己的臉這麼瘦 可是很不幸的 我只要一減脂 我的臉馬上就會消下去 我臉上的脂肪馬上就會變少 然後就看起來很像骷髏頭這樣子 然後變胖的時候 臉的脂肪也不見得會增加 所以這是基因決定的 那之前的影片我有提過 如果其實你想要增加你的胸部豐滿度的話 可以嘗試用訓練胸部的方式 去達到你整體的維度變大 可以讓你胸部是比較挺 然後比較集中的 這個部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我是如何保持我的胸部有肉呢 我可以跟你講 我現在的胸部的cup 跟我在蒸雞期的cup 是不一樣的 現在的確是比較小 因為沒辦法 全身的脂肪掉 沒有辦法控制說 你胸部的脂肪給我保留住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東西呢 我其實很久以前就想要拿出來聊 可是身邊比較親近的人 覺得我沒有必要聊這個 比較私密的事情 今天也錄得蠻長的 時間有限 我想我會找時間做一個 專門這個主題的視頻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今天篇幅有限 這樣呢都是我個人的經驗 跟我個人的主觀看法 所以呢如果我講的不好的地方 或是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 Peace